Zither Harp Sam 我们上了这个频道 两个多年来 最多人看的那一集就是Sam讲讲解 Motion怎么做的那一集 真的吗 Motion怎么做那一集是讲什么都不记得 目前怎么做,做Animatic的,所以就希望这个能够突破以前的那个天际 所以那我上一节,我们就已经有讲到我正在准筹备的一个小片子 那这个小片子呢,我首先就写了一个剧本,那这个剧本呢,大概有4页长,4 pages 那以好莱坞的水准呢,4 pages大概就是4分钟左右吧 那我做好了以后,当然我就先发给他看 然后因为第一个过程当然就是先 storyboard 因为我脑里面是有画面的嘛,我要把那个画面做出来 然后我是负责做后期的 就是负责把画面弄扯出来的那个人 所以我们两个就当然包括了镜头啊,blocking blocking 是摆位 blocking 是有一点点像摆位 就构图里面的摆位 然后就是我们的那个相机摆在那个位置以后 前面有什么,后面有什么 所有的人物之间的3D 在三维空间里的关系 他们的位置,走位什么都有的吧 对,就在里面,所以就把这个全部做出来 然后就画了一个,在白板上画了一个故事版 一个storyboard 那上一次啊,Sam的那个 就是storyboard变成animatics 那我们这个不需要做animatics,为什么? 这个不需要做animatics,就是因为 因为一,它太短了 短 二,然后它就是 我们已经知道它要长什么样子了 都不需要去找人给钱我们 哦,是这样子的 其实animatics还有另外一个用处 另外一个用处就是run 我们做3D 那你要做3D,你肯定 每一秒钟都是钱嘛 要预了它的片要多长 所以我们要做好timing animatics有一个用处是做timing用 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速度是怎么样 如果有一些动作的速度不够快 你要加快啊,或者要弄慢它这样子 所以就在那边控制一下 就是整个节奏感啊 对,那个节奏感是从那边看出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 Decide your how much time is needed in that frame 那我们这里大概有一个sequence 一个sequence 就是飞楼 然后这里飘下去 这里有两个sequence 然后从这里进屋子 有第三个sequence 所以总共大概有四个sequences 那每一个sequence里面就会有几个scene 就几场戏变成一个序列 那每一场戏里面又有自己的 所以当然是蛮多的 因为有很多小细节 那这个我们刚才讨论呢 就是因为它的整个narrative 整个叙事方式是用这个 画外音来推动的 所以我们现在暂时先要把画外音录下来 然后决定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暂时先要把画外音录下来 所以画外音讲话的节奏以后 然后才开始交给Sam 去做这个 后期处理 Effects shots的准备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后期 我们好多是在前期 那为什么我们这样快就要讨论后期的那些东西呢? 很多人以为 Let's fix it in the post 利用后期来解决 但我们不是的 我们是希望说 能够不后期就不后期 所以先要讨论后期 对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你知道你后期要做什么 然后你前期要拍多少 对很重要 就可以决定了 要不然的话 后期要这个没有 要那个没有 对 哇那时候会很惨 其实拍摄 前期我们也是要决定要有多少素材 因为拍摄其实就是 去菜市场里找菜 然后给后期的人去炒成一叠菜 所以 所以他就要告诉我们 啊你这场戏 你要变成这个样子之前 我要两粒鸡蛋 三汤匙油 一点酱青 到两 因为我就从自己剪一些 那边剪一些那边剪一些那边 然后凑起来 对对对 就跟浩斯兰座是一样的 拍少了一些东西 咦? 就觉得整个片场少了一些东西 对对对 有时候是怎么讲呢 有时候好像屁不得已的 有些戏就是拍完了以后 演员去赶另外一场戏 然后他有了户须 他回来也不能把户须剔掉 那怎么办 这样子 超人就有 是超人吗? 好像是 Superman就有这种情况了 你看到上 上 反正就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要密切讨论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 其实我们还没有拍之前 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东西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这样子 所以 那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最大的挑战呢 他有 跑到很快 跑到很快 然后去一下 然后去一下 又 因为他这个人的 那个 我看到他的character的那个性格 就是那种 很stealthy的 就是隐隐约约 不是那种很明显的人物 所以他不能跑过有火 全部人都知道他在哪里 如果他要隐形 这样子 所以他应该跑过很快的时候 会有一些隐隐约约的 在空气里面留下一些枕洞 这样子 所以就要去研究一下 要怎么把这个做出来 所以你要让一个东西看起来快 你必须要有reference 对 就给你看到有个 有个东西停着 对好像flash 他一走过他有一条光 对 或者是 在他的那个 跑得很快的tunnel里面 他跑得很快 可是其他的东西 他是正常速度的 可是后面都是很快的 或者是 或者是 全部都变慢了 然后他就 这几个人很正常 对很正常 所以这个是 这必须要有一个reference 一个参考 要给你参考点 你知道 这个东西原来是很快的 比如说 地上有很多沙 有很多叶子 突然间有叶子翻滚 然后沙很多层 这样跑 不过没有看到人的 对 就是证明有一个东西跑过 对 那这个是我们 主要挑战之一 是因为 我们的场地 并没有一些 飞 有叶子 没有叶子 没有树 又没有其他人 所以 有人也要假装 好像没看到他的样子 对 然后他也是 就是没有 他跑过 他不会吹到他去舞台 对 不会了 所以这个是 小挑战 所以这个我们 所以 Sam就需要 我们去找参考的video 然后看 然后 他再做些test shot 对 然后我们 我今天也跑去做test shot 所以要如何研究一个隐隐约约 然后让空气有一些变化的一些效果吧 应该是 那这个拍法呢 就要用到高帧数的拍摄 对 因为我需要有一点细节 知道他跑的时候 那个过程怎么样 然后我才知道 就可以用他跑的那个动态 然后再做相关的那种波纹这样的效果出来 所以不要以为高帧数的目的只是因为要高帧数 不是的 当然如果你是李安的话 你是可以为了高帧数而高帧数了 只是因为我也需要细节吧 我们高帧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拍RAW嘛 拍RAW就是其实每一帧就是一张DNG 就是一张照片 那这张照片里面如果是有动的话呢 我们叫Motion Blur 就是动作的模糊 那动作模糊的话 他就很难把那个模糊的那个线给划出来 因为它模糊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每一帧都要正确的曝光 然后让那个线能够出来 这样子 那他才比较容易做这个工作 我后期就比较容易做了 对 那其实前期有困难了 因为我要打很多光 因为这个他是在一个晚上穿过一个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就变成我们必须要在很多光的情况下 拍到好像很软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我的挑战 就不是他的挑战了 这个变成是我的挑战 所以 可能当时也要帮忙一下 对 所以我就 当然我 我也已经在开始准备了 要什么灯 要哪个相机 因为这次我打算用Sigma FP来拍 就变成 我从来没有用过这台相机来拍正式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变成需要一点时间去磨合 所以现在也在练习这样子 那除了这个呢 还有另外一场 水上飘 蜻蜓点水 对 对 因为这个人有轻功 对 所以就应该有一滩水 那一滩水 好像被脚踩到 然后又没有被踩进去 所以我们就要想一个办法 如何制造波纹出来 因为我们不想 交一个特技公司做一个3D的水波纹给我 对 对 所以我们就practical一点 我们拍真的水波纹 一个frame 5块钱美金 我们就拍一个practical effects 我们拍practical effects 对 practical effects的中文是 中文 十拍 我们用十拍的技术 的特技 所以那个轻易电视角 拍一次没有水的 然后就把它抠出来 然后拍一个有水的 然后我们想办法弄到 然后再拍那个水 没有那个角 然后再抠起来 这样子 所以这个 当然这个又是一个拍摄 和后期的结合的东西 所以不要 所以我们都是尽可能不要说 我拍好了 哦 没有啊 没关系 后期可以做 因为你要轻易点水 然后有了点水 你没有拍到那个角怎么办 怎么加进去 我们可以蜻蜓 然后再来点水 然后买一个蜻蜓 然后放进去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在制作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 那最后一个就是 当然就是那个 有一个好像 terminator 那个人 就是有另外一个空间 然后有一个闪电 哇 然后出现了这样子 有一个时空破了一个洞 掉下来 所以那个 那个角色是有点惊喜的 OK OK 那一个 其实 也是分开几个元素做的 因为那一个 破了一个洞 有闪电 那个就不可能 practical effect拍出来 所以你要做那个洞 对 那个洞 里面是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你这样看进去 那个洞 是看到那一个世界 那个 OK 那个不难 分开来就是不难 那个透明图层 上面再加一个 什么 合起来的时候才难 这个难 合起来就是compositing compositing 是另外一个工作 其实我们的整个制作过程里面 因为现在我们是在讲到storyboard 和那个planning的一些工作 因为我们存在这里 就可以知道 就可以猜出来 大概有多少工 工作量有多少 这样子 然后 那这个项目呢 其实我是有点私心的 那这个东西呢 是我写剧本 然后我导演 然后 A A 我是DP 然后Sam是后期 阿甘是 他做阿甘的东西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然后呢 下一个呢 可能就是Sam寫剧本 Sam导演 然后 我做DP 当然还是他做 做Effects 然后阿甘呢 就做阿甘做东西咯 然后在第三个项目呢 就叫阿甘写剧本 然后 如此类推 所以我们将会 用这个玩法来刺激一下 然后拍这个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 对 就是那个会掉下来 那个也是 要想的比较 周到一点 因为它 掉下来肯定是 那个 相机看到天空 然后 下来地上 掉下来 就应该有一个Motion Track 那个相机 上面 下来 然后现在正在研究着一个 我们不用Motion Track 也可以做下来的方法 这个超懒多的那种方法 然后 应该是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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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可以吧 OK 我就想到 碰 看到天空 我们的镜头就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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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 怎么讲呢 可是 碰 掉下来的镜头的话 其实 不 讲复杂 不会太复杂 就是 到时候就是 看那个 三个元素 那个人掉下来 那个 从天空滑下来 那个背景 还有 跟着那个天空东 合成到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功夫 因为它是三个不同的层 所以那个不同图层 所以到了最后是 那个process叫做compositing 所以我们到了做compositing的时候 我们会另外做一集 跟你讲我们compositing 遇到那些问题 要考虑的事情 然后当然还有sound design 就是声音的设计 还有我们录音的过程 所以那个录音 我会在下个礼拜就会录音了 所以到时候我们会再 再跟大家谈谈录音的一些 该注意的东西 我们现在是用声音来带整条片的 对 声音要带整条 所以应该是有了录音 调好的声音过后 我们从那边猜 知道片场多少 就有了所有的timing 然后我们就可以从那边说 这场戏我只需要25秒 那你去做28秒给我吧 这样子我就可以有 前面和后面的一些cutting 那就差不多 整个应该是我感觉是 整个东西是有点 卡通片的感觉 它的那个cutting 它的那个transition 就不会是那种很traditional的 那种jump cut 那种可能会是一个比较 像漫画的那种 transition 所以看就是在做一个 在拍摄之前 有蛮多要考虑的事情 包括transition design 包括这个motion design 包括我们要用到的所有的那些text字啊颜色啊 整个片子的整个调调啊 我们的这个moot在哪里啊 然后当然就跟这个剧本 较有关系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制作团队之间的沟通哦 要不然的话 我好像如果那个所谓的清一点水不跟我再讨论的话 不知道啦 我就有基本上 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方法做的 那个方法可能做出来 还是可以做出来 不过那一个方法跟你想象中要的那一个东西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所以一开始先搞清楚 然后大家有个公式的话 拍的时候也知道要拍什么素材 对 因为在剧本上面咯 A foot as if in slow motion steps into a puddle of water It skips over the water leaving no trace 就这样一句话咯 一只脚好像慢动作一般 就踩到一滩水上面 然后它就飘了过去 对了 所以那个也要用高震数来拍的 对 你看 它有一个很慢的动作 在剧本上面只是一行字包 在剧本上面只是一行字包 可是要高震数啦 因为它全部都是变成慢动作 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其实有蛮多要考虑的 而且哪怕是我们拍绿评的话 就是有绿布叫后面的话 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脚踩下去的那盏灯 在跟现场拍摄的时候 那些现场的光的方向 必须要跟那个脚的光吻合 要不然它出来就好像是 那只脚不懂是在哪里跑出来的 对对对 还有 我们这一个呢 这个轻盈点水也是practical 就不会完全的 几乎全部practical 不 雷射总还要多小波 ok 少少一种 就那个脚走过的时候 空气 还是会弄到一些空气的枕洞 对对对 那个如果可以做到第一个跑 这个就不是问题 我喜欢这个不是问题 所以我们 现在我们接着下去就看如何吧 然后会有一系列的五毛钱特效 下系列吗 我们如果 没有就如果你们想看 但我们是 我是有一个想说 我们要不要找一些 经典的电影场面 然后我们摆出来再拍一次 这样子 其实 因为反正现在MCO嘛 哪里不能去 不如 不过很快 它可能 他们可能就要走了 嗯 看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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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这样子咯 希望这一节 会有多人看吗 的浏览量 会比上一个 你的那个Motion的浏览量多 这样子咯 好 我要想一个很 吸引人看的title ok 嗯 这样子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一个一个准了吧